字幕志愿者 李先生 我一直以為 印象中中中風的跌字學 一百人就會跌倒 其實不是 剛才聽你說的 原來那個人可以慢慢 語言失去清晰度 慢慢會發生腦中風 其實是否有分 爆血管和山塞性有分別 治療方法不一樣 但病徵可能是很類似的 因為這些都很突然 當然很突然的意思 不代表病人一定會突然間分到 可能病徵只是少許無力 拿筷子拿不穩 說話語言有少許不清 不代表中風一定是嚴重 到個人立即昏迷 沒有呼吸沒有脈搏 不一定是這樣 他正在中風 為何拿不到筷子會跌 沒有力度 看病人中風的範圍 範圍大 當然突然昏迷不醒 全邊動不動 站也站不動 但有些病人可能中風圍很小 所謂小血管病 生失了很小的地方 影響腦部份也很小 那些病人可能很輕微 少許覺得一邊麻痺 甚至乎覺得手指沒有那麼好力 刺牙刺牙刺沒有那麼好力 可能已經是一個中風的先兆 治療方法當然是完全不大大不同 正如所提到中風分兩大類 一種是塞了血管 一種是爆血管 塞了血管和爆血管的治療方法 有時會很不同 正如所提到如果塞了血管 我們病人可能早期去醫院 有部份病人適合做一些血溶治療 血溶治療可以是静脈的注射 可以動脈注射 甚至乎如果有時我們做個血管造影 發覺有些很大的血塊 釋出一些主血管 我們可以用一些導管手術 可以把血塊拿出來 情況就是比例要做一個吸塵機 或者好像釣魚 我們用一個勾 去勾一些大的血塊出來 從而希望打通血管 盡量可以導致它 腦細胞受損的範圍可以減低 至於爆了血管的部份 看看它是甚麼原因 有部份可能深層的 是因為高血壓導致的 血塊不大 病人清新的程度很高 那些病人可能做一些保守治療 控制好血壓管理已經可以 但如果病人的血塊很大 甚至乎在腦部的表面位置 甚至乎底下有些畸形血管 好像手提落 原來它是畸形的血管 導致一個珠網下腔出血的情況 那些病人可能做一些導管手術 要將血管堵塞它 減低它再爆破的情況 一切一切都要看看底下的病理是甚麼 以及屬於哪種中風 而減取一些適合的治療 還有很多時候中風來說 我們並不是這麼簡單 就是急性治療 很多時候我們醫生都很著重 就是之後的康復治療 包括一些職業治療 物理治療等等 因為這些所有東西 都是可以幫腦去康復的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跟病人解釋 中風其實是發生了 有部份腦的細胞是很特別的 它死亡了 它就並不能夠復原 它不跟我們皮膚細胞 或者骨的細胞 它會再生 老細胞死了之後 它沒有一個再生的能力 其實很多時候 就是靠腦在中風 側邊正常的細胞去幫助它 所謂做一個我們所謂叫 調節的情況 可能老細胞的側邊正常 細胞本來不是做那個功能 但它慢慢就會學會 可以代替它本來受損 或者死亡的細胞做的工作 這些一切之一切都需要 由一些治療訓練去處理 正如所提及的物理治療職業治療 經過一些長時間的鍛鍊 有行心的鍛鍊 慢慢的病人才可以康復你 有些病人甚至乎 他整個康復的程康做訓練 可能需要半年至一年都有 需要很多不同的團隊去幫助它 包括職業治療師 物理治療師 言語治療師 甚至乎有些病人 需要一些臨床心理學家的輔導 因為某程度上 病人中了風之後 都有不同程度的屈結 甚至有焦慮的情況 有些病人甚至乎需要 一些抗焦慮的藥 因為突然間一個病離 導致身體的殘障 可能它動不了 對於病人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打擊 我們真的很感謝李可倫醫生 給我們一個很精彩的顯示 原來中風的人 可以有這麼多知識 和理解在裡面 剛才聽李醫生說 我有兩個問題要在腦內問 原來腦細胞 隔離的細胞 可以受訓練之後 做多了事情 咦 這樣嗎 跟我們培訓 教一些小朋友 職業更厲害 那它能否用闊一點 可以不可以呢 稍後要找個機會 問一問李醫生 另一個情況就是說 咦 其實中風裡面 我們發覺就不是 除了中了一下之外 還有很多後面 要有個我們叫做 重新學習 或者重新適應生活的事情 除了中風之外 我們也聽到很多 其實老很多物疾病 其中經常聽到 就是老人痴癌 我們就爭取時間 待會我們休息一會 回來再請李醫生 跟我們在不同的範疇裡面 再給我們多些認知 好嗎 多謝李醫生 謝謝你